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跑去尖沙嘴对着内地的游客来唱歌修路对方 大家只看到这个内地的观众可能没注意 后来香港有一个有线电视频道找了这些年轻人来访问他们 他们道歉了 他们道歉其中一个16岁的当天有去尖沙嘴唱黄的人 他说对我后来想想有朋友告诉我说 你要唱也不应该对着这些在尖沙嘴排队的游客来唱 他们没犯错啊 你干嘛要唱对他们唱 你要唱也要对着说不守规矩的游客来唱 他说我觉得我做错了 那这一段蛮感人的 可是几在香港播出没在内地看到 我觉得假如内地观众能够看到的话 可能很多很多误会就能够化解 嗯嗯嗯嗯 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当然台湾是很欢迎我们大陆的这个旅游团哈 但是怎么老给我们撞车呢 哎呦这讲的实在就难为情的 不过这确实哈 哎我觉得真不知道为什么这有邪性呢 对啊大家都觉得这很邪门 你知道网路上还出现了很多啊 都大家自己就是很多内地游客 自己自嘲用的啦 说到台湾旅游呢 保密了几种方法 那我们看的话 其实这心里就很心酸 你知道像这一次 这么样的一个京剧交流团 在台湾的花莲又发生意外 大家说怎么又是陆客呢 可是在台湾的新闻传播圈 当然大家在报道这件事情 就是这么想的 因为现在确实在台湾 台湾本来就不大 那他各个观光民警 你喊得出来的就那几个 比较大的地方 适合团游的 那每天陆客员 都是这么多的人挤在那里 那有时候我们就说 那个天上掉下了一块大石头 砸中的可能机率很高的 都是陆客 有这么多吗 对你看啊 好比说去年不是发生一个 真的是天外飞来横祸 陆客在游览车 开在101前附近嘛 不是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信义路附近嘛 就是一个高空的那个掉壁 工程的中 邦打下来好死不死 刚好就砸中了内部游览车 怎么前面公车不砸中 后面公车不砸中 就砸中呢 以前我们说啊 我以前也曾经 就是毕业之后的 第一份打工的工作 就是在台湾的立法院 立法院 你知道立法院呢 附近有一条路 叫青岛东路 就这一条路上哦 平常走的全部都是国会助理 律师或者是立委 那时候我们就开个玩笑说 如果有人从二楼 随便丢个东西下去 砸中的可能很大的机会 都是立委或国会助理 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子 你知道 这个比例上是这样 不我们现在开始在检讨 因为人数太多了 然后在分流管制上 不见得控制得很好 台湾本来在仓促开放 这么多内地游客来的时候 它的硬体设备 很多就不完善 什么一天 是不是150人吗 还是 那那个是自由行 但它现在是 在团游的部分 去年原本3000 现在已经开放到4000 Coco你刚说的很对 就是它的统计数字 符合比例 它来得多 当然假如出事的比率 机会可能会相对的高 可是台湾还有一个说法 是说因为本土 我们分两类好了 陆客 还有本土旅游客 本土人 台湾人 大概知道哪个地方危险 哪种车不能坐 它收的特别便宜 比方说有种车 应该收200块的 它突然过来 70块给你坐 你就知道可能危险 可能台湾叫什么野鸡车 野鸡车 等等 它就会避开 它避开以后 还有另外一点呢 做这个不太好的事情的人 他也知道我骗不了自己的人 我就骗游客嘛 游客一般比较 可能贪便宜 或者说不太知道状况 就骗他嘛 所以两个旅游一加起来 台湾也有坏人是吗 很难找到 可是还是有 那用骗这个字 我们觉得真的是 为什么 就是要特别督促说 在旅游品质上 那个旅行团的口碑很重要 这个跟之前在香港 发生的旅游争议一样 你要邻团费 你要各方便宜 你就要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看像这次花莲的这个京剧交流团 我们就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火 当然人为因素大于 因为你看 后来查出来就是那个司机 开游软车的司机 他超速 你知道在东台湾花莲很多路段 算是看起来那个路很大 但你如果说到风景美 风景秀丽的地方 你一棒的山形的话 或是一些很漂亮的地方 它可能有一些交通上的危险 比如说你开着开着一步流程 游览车这么大台 速度这么快 刷你就开出去了 你看这时道路 速线告诉你60公里 它开到90 对你看像 像这种时候 那是台湾的司机吗 对啊 熟门熟路的吗 对熟门熟路不见的代表 不会发生事情 还有我们以前就说 很多时候有些旅行团 低价接客 他的那个游览车司机 聘顾的不是很多 他就叫他说 哎呀你应该帮帮忙 在这阵子路客流量大 你也赚多一点 多开几趟车 他可能一天24小时下来 没睡几次 所以我们就说一上车 你看到那个 开游览车司机红的眼睛 哎呀 真的是 其实要照我说 我就跟我的台北朋友讲 我这个自私的想法 我就说 你们这个政府 不要放太多游客进来 你知道吗 就是哎呀台北是我们这么喜欢的一个地方 喜欢的很大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闲适 不是广州话 就是休闲 很休闲 很舒服 你看啊 香港的这个 其实我觉得打了折扣了 香港被这个游客弄的 香港就打开门为了挣钱 我现在就觉得香港闹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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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 有点没意思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成群结队都是 这个你看 那台北要是再这么大门放开 接待那么多人 他本身呢会失去一个 我现在形容台北对我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我的桃花源 你看吧 我要有机会去到台北 我总是觉得很高兴 因为啊 我可以远离你们这个世界 甚至新闻都不要看 也看不到 对吗 全是 一下子到了一个 到了一个就是一室独立的 室外的一个地方 其实中国大陆应该也有这种地方嘛 可是你在中国大陆太红了嘛 所以你去哪里 这正北除了说台湾本身舒服以外 舒服 他没有台北舒服 没有台湾舒服 让人舒服 我跟你讲现在在台湾哦 就是 呃 台湾内部现在有很大的声音也是讲 会一直告诉官方是说 不要再开放人了 对 因为 因为你知道是有人有玩笑话说 再这么样这样子哦 一直开放下去 你不先把内部的一些硬体搞好 哦 一些那个 呃 能够抓得住观光客 留的新的这个 这个素质健备好 大家开玩笑说 以后台北人去吃饭 可能都要排队 你看像香港 香港很大一个问题是这样 哪里好吃只要你一听到风声 哇 你去看一定是大牌长龙 对 好吃的店一定得排到死 真的是 可是在台湾呢 如果说有一天哦 真的你在台北市 随便找家餐厅都变成这样 当然老板会很开心啦 可是在生活品质上 大家会忧心啦 是真的 毕竟台湾还是空间比较大 人口密度 香港当然要排队 是需要排队 可是排队很多都是本土的人嘛 当然有些地方是内地游客 香港本身最新的公布 人口是720万左右 已经人口密度 已经全世界前面几位 本身本身人这么多 而且我们神州同胞 对啊 而且因为香港跟内地的互动 在前面15年 它发生一种情况 有人说是一种错误的情况 是什么呢 香港跟内地签很多条约 什么合作的关系 都说我们要对等 对 我的人要来 你的人也要来 我的车要来 你的车也要来 对 可是别忘记啊 香港只有700万人 是这样的小的城市 对对对 大陆是这么大 等于杯水 怎么跟一个围到丽雅港对等 对 你一说对等的时候 那就糟糕 在香港就 你知道台湾也很怕这两个字 你知道 我们就说你要算算数 像那个分母不一样 对 你我这上次竞选的时候 我听见那个吴敦义 接受咱们采访 其实就是跟人卖好呢 他就说啊 我去大陆 跟这个胡锦涛主席 谈的时候 我就他说 我就站起来 跟胡锦涛主席说了 说我们台湾呢 经济这个体量 跟大陆不一样 你们大陆的农产品 只要一个湖南省的过来 我们台湾就够了 是吧 但是我们台湾呢 如果过去呢 怎么能够 他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问题上 不要搞对等 他说当时这个胡锦涛说 那你把这杯茅台酒干了吧 他说我就干了 感觉列了一公式 就对等 关于这个对等啊 最近确实也 香港也出了一个新闻 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大陆的车要进香港了 当然这对香港人来说 是个恐怖的消息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号 枪枪三连行广告之后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ask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景更久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零线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咱们可以先看一张照片 当然我有这个体会 你看我还正巧 我在北京 在深圳 在香港 我都有过开车的体会 所以我跟你说 也不是说夸香港人 香港有些司机 我认为也没有什么修养 也挺不像话 你我开车 限速80 对吗 他在后边 滴滴滴滴滴 就这么催你 然后你看这个照片 他们现在 当然我也知道 香港司机 给大陆司机 有一个名字 叫马路杀手 他们听说大陆的车 要过来了 广东的车 就是反自驾大游行 这个跟咱们神州的朋友 要解释一下 他就是这个对等 因为粤港两地谈合作 谈合作为了促进 这是个好事 善证 就是说香港的车 可以开到广东去 香港车排车 但是比如说停留一个星期 你可以交钱 这样的话就方便 但是要对等原则 广东这边说了 你那边车过来 对等我们的车也过去 香港人很自私 只准他们过去 不准我们下去 不是自私 你可以说我们胆子比较小 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照片说 反对自驾游 现在也称为自杀游 还有人说不是自杀 是谋杀游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觉得一般人说反对 或者说恐惧 大陆的车来香港 是因为什么大陆的开车的人 比较不守文明什么 有人这样说法 我倒觉得这个无所谓了 正如文涛说 香港也有很多不守开车规矩的人 而且守文明这种事情 我还是觉得可以学习的 你来到之后被警察抄牌 然后给你来训练一下 我觉得可以的 重点是说本身的车的卸计 还有马路的规划 这很不一样 大陆你们是左边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佳慧博士 你讲的还是客气的 我最有这个机会了 就是这个 我为什么说规矩和规矩都不一样 我刚到香港开车的时候 挺危险的 你知道为什么 我的感觉是游牧民族进了城 你知道吗 我这一对比我就知道 我在大陆开车的感觉像个游牧民族 为什么 香港哪有那么宽的车道 你看深圳 哪有那么宽的马路 香港的车道 一个车道只能真的就将将这个车走 你就走在就跟走在一个收中带上一样 而且香港的车速极快 一般都是八十以上 凑凑凑凑凑凑 非常快 你知道吗 而且他们还都挺守教程规则 你知道吗挺讨厌 就是我就说 你在香港格外能体会到 一事足成千古恨 你知道吗 就是你必须提前 恨不能三公里之外 你就要病到 你待会要左拐的倒上去 如果你想试到临头再过去 试到临头它双方线 双方线绝对不能逾越 那么你就一路你就下去了 你就万里长征去了 那没有那么严重 香港有一个好处 你说的对 就是说一下你错过了就错过了 可是香港地方很小 你错过了你千万不用紧张 不用35秒 你就有另外一个出口 再用20秒你就可以捞回了 那我为什么上次在港岛 待了五个小时 因为你迷路 因为那真的是要熟悉路况 你要像在台湾开车 是跟内地一样 我们都是司机坐在车子左边 但是是靠右边开 我的靠右边开 所以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 我们是开过 你一直提醒自己 靠左靠左 你就要一路一直念 靠左靠左 但你莫名其妙 因为人已经被车子制约 有一个惯性 就会往右开 那同样的说 里面的车如果进来的话 我觉得现在 我的感觉是 我觉得香港这边 他们现在的一种反对 反弹的一种情绪 主要还是在于 那个人口密度实在太高了 高到已经 他们可能觉得 人都已经太多了 然后现在如果连 马路的交通就这么几条 就已经是现在这么样的一个宽度 再进来的话 他们担心的倒不是这一波试行 而是在试行之后 万一更大量的开放的话 那后面怎么办 所以体量真的是个问题 我听一个司机给我讲 他说对 假如说香港一天放一千辆车 去广东 广东什么感觉都没有 是吧 他就说你想这一千辆车 你们完全就是 消失于无形 他说可是一千辆车来了香港 他说问题是 从大陆游客的活动规律来看 这一千辆车可能都在尖沙嘴 你知道吗 他这个香港的停车场 或者说一切的道路的设计规划 都是有定数的 对 你突然太集中 而且我刚说的重点 它的规划 因为你们是左边 香港的马路的标志 甚至灯光 有专家挤出 灯光都是为了右边的车而卸计的 没错 你的灯光强弱完全不一样的 你多了左边的车来 它的确危险度会提高 那你怎么办呢 提高就像口口更说 那就危险 我跟你讲家会 所以我要跟我们大陆的杀手们说一下 我这个精神体会 我也就相当于大陆司机到了香港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为什么在港岛 我能绕五个小时 你说过了几十秒就能找回去 我们找不回去的 你知道吗 就是他永远不能掉头 你在大陆就是 人家一般一过了 你要到这儿 你过了 你就掉回来 他一直很难掉 后来我就发现什么 但是后来有人交给我 他是这个左 你往左打你能绕回来 那我来想找右边掉头过去 你永远的找不到 就一直这么走 而且香港很多人很刻薄 还说除了刚说的规划 道路规划的不一样以外 还说内地同胞 他们不懂得看繁体字 也不懂英文 香港的路牌都是繁体字跟英文 那又增加危险 不是 有一点我倒是可以给我们的大陆司机问 不是跟大陆司机 给大陆的公安局和大陆的交通管理部门 我真的真心的认为 你们应该来香港学一学香港的路牌 我觉得那是这个真是东方之珠的 一向这是个科学 这是个奇迹 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他 对我一开始确实我绕不清楚 对吧 但是慢慢你搞清楚之后 你对比这个我们内地的北京也好 深圳也好 这个路牌标识 我真的建议他们来学习 你知道吗 就是说啊 这个标的太清楚了 你知道吗 它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哗 你比如说了就到咱们公司这儿 啪啪它就老远就会有个方向 大谱 大谱 然后大谱南 大谱北 大谱工业村 大谱须 四个方向 是到临头200米远的时候 又出现 它后面都给你画出来 刷前面不要往左走 灯直直过去 就大谱工业村 方法卫视 你知道吗 这个路牌标识这个系统啊 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总是在需要的时候发现的知识 这个你知道这个 台湾也一样 台湾也是讨论过 以前我们也骂那个路牌的问题 后来呢 大家发现到 像台湾去交通官员们 在做规划路段的时候 跟一些设计工程师 都坐在冷气房内开会 把图摊开来这样画 我们就这边一个那边一个 那这些人平常走上路上的时候 他可能都是司机帮忙开车 他自己哪知道 哪知道这个东西交流到哪里下 哪里下 所以要用路设计者 自己一定要从头到尾走过一次 所以这才叫以人为本 因此我就靠这个路牌 但是我跟你说 刚去香港不掌握你们的交通规则 即便有这么清楚的路牌 为什么我还是绕五个多小时 你知道最后真会 我可以讲 从我的体会讲 会有危险情况发生 因为最后我濒临崩溃了 我必须回公司录像了 到点了 我找不到隧道口 我出不了港岛 最后我还是那个GPS 那个GPS在楼群里吧 我发现他有点犯神经 最后领着我都登山 我上了山顶了 下来最后崩溃了之后 你不管了 我那天就是这个双簧线呢 我没办法 我只得逾越双簧线 你知道吗 一次次的逾越 这他们会罚我吧 没有啊 反正我那 有没有被照相叫到 没有 这边好像还没有那种照相 去广告吧 枪枪三言行广告绝后见 东鹏黄牌大放送 第十一世班禅大师坐床 十七年来 刻苦修行 举止庄严 爱古爱教 以待藏传佛教大活佛的风范 凤凰卫视历史两年贴身记录 独家特别奉献 第十一世班禅阿尔德尼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传厂千年亮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把你刚才说的再说一遍 我问过一个交通部门的朋友 参与负责规划 你刚说香港那么美好的交通标志 那种交通牌 我问他怎么规划呢 他告诉我很简单 嘉辉 只有一个原则 你要假设开车的人是白痴 你要想着他是白痴 所以你就要从最基本的 大浦南大浦北北东南湿北什么 全部弄得清清楚楚 他就会开了 所以我刚听完文涛说的 我感觉只有四个字 白痴不如 你在港岛 人家为了给白痴看的路牌 你都可以迷路五个钟头 五个多钟头 怎么办 你看多了一千个这样的人 来在香港开车 都危险 当然我在大陆 他们也不放心我开车 你像我过去有个毛病 你知道吗 就是大陆 我不是大陆人的好代表 我过去有个毛病 就开车的时候太自我了 你知道吗 我一看找不到路疼 我就停下了 后来我发现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现在我已经改了 改了这个毛病 但是呢 我前几天差点死在北京机场门口 就是因为又碰见这么一人 我打低 我打低 他这个人可能送人上飞机 他发现上错了 不是本来应该上出发还是上了抵达 你上错了 你不能停车啊 他咔就一个急刹车 我后边那个地势 我们差点撞出护栏去 你知道吗 他你看 他说你看 这到最后说出来 还不 我还是我们的责任 是我们追尾啊 就是突然停车 你知道吧 太可怕 你死的就要枪枪二人形 我们也在墓 我们在他墓碑前面来坐 所以我到香港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是两种文化 你知道吗 我就在跟香港的这个小街小道 这么精确相比啊 我就觉得我真是个游牧民族 我还是喜欢在大陆开车 你知道吗 哎呀 茫然四顾 我觉得天地无比宽阔 你知道吗 这个车啊 左一百 右一百 他这个宽容量 都比香港的 还好几米 对啊 我这个港部 我觉得自驾游的想法 到底是怎么跑出来了 还是没有人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作案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经过测试 就蹦一下就告诉他 那么多 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